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好奇在网上买了一个S9智能手表 商家说和官网是一样还可以接打电话的 说到后发现没地方账卡 于是我好奇了就拆开了 居然是A17芯片 我转头就在华强北官网下单了一块手表 终于到货了啊 家人们 一个是100多一个是6000多 真的用的是A系列的芯片吗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拆解视频啊 在开箱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 这个是我在华强北官网花100多买到的新款顶配的O9手表 真的能做到一样的外观一样的功能吗 今天我们来揭开它的庐山之面目 打开之后这里有两条商家赠送的表带 一条米兰尼斯钢带 一条高山回环表带 这个是手表的贴膜和手表的宝布壳 送的东西挺多的啊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最主要的还是看手表怎么样 包装看上去还是蛮精致的 上面写着Hello watch 4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啊 包装还是有主力感的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条海洋的表带 加在一起的话一共就是送了三条表带啊 这个表带比较偏运动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手表的无线充电器了 看这质感还行啊 跟6000多是同款的 等一下我们测试一下它的吸附力怎么样 最后这个就是我们今晚的主角 Ocho手表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做的怎么样啊 先看正面的屏幕 黑得很深邃都可以照静止了 边框是鲜合金的很有质感 背面的卡扣螺丝这些都是有的 外观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手表的吸附力怎么样 因为网上有很多大神都说 只有吸得住的才是顶配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们现在来给手表开个机吧 看一下内在的一些东西 哇 一如眼言的是一个同款的星光壁纸 分辨率也是非常高清啊 长按屏幕还可以更换不同种的表盘 款式也是非常多样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功能 单击一下侧边 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蜂窝界面啊 滑动起来也是非常的湿滑 功能看上去还是蛮多的啊 像什么测新率 拨打电话 还有听歌都是可以的 而且这次还升级了地图导航功能 今后开车出门 带快手表就可以了 还有像什么录音功能 包括这样支付宝的支付 微信支付 都是可以的 功能确实有点多 一时半会也讲不完 这样子吧 我们先给它装上一条米兰尼斯的钢表带 看一下它的搭配效果怎么样 因为手表主要起到的是一个装饰作用 如果说功能再多 带出去不好看它也没用啊 表带装卸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它是一个快拆式的卡扩设计 像这样子轻轻往里面一推就可以了 这个米兰尼斯钢带搭配手表的效果 确实还可以 有6000多那种感觉了 应该是没有踩坑 我们现在来上手看一下 它的上手效果怎么样 像这种表带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来看一下 这个上手效果确实还不错啊 马上快过年了 整一个这样的手表回去 还是蛮有排面的 这样子吧 由于时间的问题 还有很多功能没有讲解到 如果说有对功能感兴趣的 我开个直播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